瓜姜鱼丝 此菜是一道传统名菜 制作这道菜所用的主料是 鲑鱼肉 配料有冬笋25克 姜25克 酱瓜50克 调料有精盐5克 葱姜末 味精2克 烧酒 水淀粉 鸡蛋清 干淀粉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 将冬笋片成片 再切成六厘米长的丝 鸡蛋清 酱油 鸡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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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姜也切成丝 鸡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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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鱼肉去皮改段 然后也片成片 切成六厘米长的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鱼肉丝放入碗中 加入料酒 盐 味精 蛋清和湿淀粉 搅拌均匀 定取一个小碗 加入盐 味精 料酒 汤和湿淀粉 对成碗汁 炒锅上火 注入油 烧至二成热时 把浆好的鱼丝下锅划散 鱼丝下锅上火 划熟后倒入漏勺内 原锅上火 放笋丝 姜丝 酱瓜丝煸炒 然后再倒入鱼丝 然后再倒入鱼丝 最后淋明油 装入刻好的瓜船内 制作这道菜的时候最好是选用刺少的鱼肉 配置酱好的瓜菜丝和嫩姜芽 其肉质滑嫩 酱香味鲜 现在这道瓜香鱼丝就已经做好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口味咸鲜 黑白相间 鱼丝 酱香味咸鲜 鱼丝 酱香味咸鲜 酱香味咸鲜